湖北检察机关对李铁提起公诉 其中李铁涉嫌的罪名包括五项罪名 分别是涉嫌受贿 行贿单位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没有规定要再核实审理 但是人民法院需要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 致迟不得超过三个月 李铁被提起公诉 冉雄飞再次谈到李铁表示 此次案件的影响力非常大 李铁案件进入关键庭审阶段 我感觉这次案件不会完全公开对外审理 这次事件影响比较大 有关部门会考虑到相关诉求 他是体育官员曾经也是球员 可以通过此次事件震慑很多人 李铁经过漫长审查阶段 该案件上升到地级市中级法院审理 说明涉嫌案件比较大 涉案金额以及事件影响力都比较大 根据此前谢亚龙等人的案件判了十年左右 李铁是此次事件主犯涉及到五个罪名 我觉得至少会被判十二年以上 死刑不太可能毕竟是经济犯罪 这应该是中国足坛第三次反腐扫黑 通过此次审理应该给中国足球 再次树立一个行业标杆 这次审理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程序员杜兆才以及其他 的球员俱乐部赌球等案件 以李铁判罚为例 后面的审理可能以此次判罚为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208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 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 致迟不得超过三个月 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 以及由本法第158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 可以延长三个月 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人民法院改变管辖的案件 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 案件至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 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 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罢了